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点忘了 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苦口婆心 不厌其烦 虽然这一点也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提前进入更年期 不是跟你说了吗 身体要跟桌子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 眼睛要跟桌面保持45度假 知道了 妈 自从孩子上学后 不良做事的学习习惯实在是让我很担心 幸好闺蜜的及时分享 于是 我又开始发挥我的挑剔本领 用料 做工 质量 功能 细节 设计 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 虽然我家那位都说 你就别这么挑剔了 但是我觉得挑剔是好事 即使被人说吹毛求疵也无所谓 给孩子选择最好的有什么错 为了孩子做一名挑剔的妈妈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深知 作为孩子的妈妈 妈妈的每一次选择 都有可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所以 挑剔的妈妈没有错 挑剔的妈妈更伟大 爱学习 智慧学习桌 妈妈选对一次 孩子 做对一生 修病。 恶命。 崩威学习桌